好 继续看到大家最关心的 使用牌照税的缴纳期限即将截止 那么地方的税务局表示呢 目前还有一半的车主是没有缴税 也建议大家用线上查缴税是最快速也是最方便 同时呢也提醒车主 预期没有缴税会编加质纳金 甚至是加罚一倍的税金 请内纳税的医务人要特别注意 今年的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因为适逢劳动节补休 顺延到5月3号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半的车主没有缴税 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不要超过缴税期限 以免逾期会被加征制纳金 甚至于是加罚一倍的税金 牌照税的开征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统计到目前为止呢 全花莲县的车辆还有将近一半的牌照税还没有缴纳 那提醒乡亲尽速去缴纳 那我们缴纳的方式相当多元 其中呢我们鼓励乡亲可以使用线上查缴税的方式 那线上查缴税已经只要登陆到我们线上查缴税的系统呢 输入身份证字号和车牌号码 就可以很简便的完成缴纳的手续 那如果没有在缴纳期限内完税的话 每两天会加征一%的自纳金最高上限是15% 那事后如果还是未完税将车辆行驶到公共道路 或停放在公共道路上面 如果被查获的话还会处罚一纳税额一倍以下的罚缓 所以提醒乡亲要在缴纳期限内尽速去缴纳 华丽县地方税务局也提醒 如果是使用账户扣款的民众 记得在5月3号之前要在户头里存放足够扣税的金额 否则一样会变成是没有缴税而被加征至纳金 如果任何排照税的疑虑或者是缴税困难 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咨询 会有专人为大家来服务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 去点周评疑 简直到 前渡 舴 务